为什么学历低的人也能成为老板 讲一个故事对你会有所启发 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农民在火车上相对而坐 闲着无聊 教授说 我出一道题 你如果答不上来 给我五块钱 你出一道题 如果我回答不上来 给你五百块 农民一听 欣然同意了 教授一本正经地说 月亮离地球的距离是多少 农民一语不发 递给教授五块钱 农民问教授 什么动物上山三条腿 下山四条腿 教授苦苦思索没有答案 给了农民五百块钱 农民接过钱 准备去睡觉 教授问 上山三条腿 下山四条腿的到底是什么动物 农民一语不发 递给教授五块钱 说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去睡觉了 教授当场气晕 这是逆转思维艺书中的一个小故事 农民虽然学历低 但智商高 不按套路出牌 用十块钱 轻松换了教授五百块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历低的人 成为老板 成为首富的一个原因吧